最後一場,領一組的三班千二迷 我搏一下5號的大師級 雖然今季贏越馬後,前一場不是太大威脅 上一場也叫黃金形勢之下,只是跑過第四 前面那隻知道必勝當然是Torfit 他略略追前,但不是太細頭 今次撿過十一檔,這些表面條件會比較窄 但我自己卻放蘇兆輝上去,省一省馬 可能會比近兩場的楊明良好一點也未定 看看他十一檔如何發揮 馬應該可以反彈起來,你見他贏完 這兩場也不太好,當然也不太差 期望不放大師傅上去會比較不同 2號的神希飛馬,連贏三場 上場就跟明晉之星平投 明晉之星之後再出都跑得好 應該都需要少少時間消化評分 但今次幸好撿過一檔 潘頓可以跑回,應該三格都極為穩固 但是打一檔四檔,如果熱門就不直搏 10號的超能量,你看上場四檔 沿途也不怕外遊 總之不要塞車在寧可洲外面 賣飾得很厲害,交代了 升班當裔,輕綁四檔 其實升三檔當然不可以用上場的跑法 但是,預期走二碟都可以的 博他有個銳細,三格 再選來第四選,應該會是一隻有分頭的馬 做爛腳,7號的獎金大王 上季基本上整季都適應 曾經爆過一次冷門 今季跑過一次泥地,當然是沒什麼看的 當熱身,整個谷閘 隔這麼久,即是開始適應隧道 應該未必等到下四檔才能動手 12檔,何宅搖炮 我自己會貼這隻做爛腳 贏即是,贏即是,贏就沒有 博他有些三三四四有些分頭 你知菊草,三班千二一特別 經常都有些爛腳 這場選擇5號的大師級行頭 配角是2號的神希飛馬 10號的超能量,以及7號的獎金大王 3號的特徵